但我会把所有的不好情绪 全部都会推给他 我觉得作为一个男朋友 要有责任感 不好的情绪 我要不能帮他化解 然后也让他理解 因为遇到了他 让我很多事情的看法 想法也不一样 就是很正能量地往前走 在我们两个的关系当中 就发现他确实对我很好 到我现在找不到一个 可以挑剔的说辞 目前为止了 以后我不知道 也没有那么好 也没有那么好 我是希望他们两个 是真的能持久 对 这个是我们私下 我们在碰面 也有跟他们提过这件事情 然后我们还想说 要给他们上一些 婚姻辅导课 然后让他们要进入 婚姻之前 婚姻之前 然后要很认识婚姻 然后他们就可以 找到那个夫妻 要相处之道 对 看来我们四对的运动伴侣 都有各自不同的烦恼 那我们为了能够更了解他们 我们特别为他们准备了 运动的保鲜挑战 那他们将要写下 对方的优缺点 放进这个AI箱 这个箱子将会在运动保鲜液里面成为他们的情绪容器 装载他们彼此之间的爱 还有他们彼此之间的爱 运动伴侣们 魔鬼急得挑战 来 来 这是任务卡 要写我老婆的优缺点是吧 好 爆料的时刻开始了 又是一个坑 好难 我想想看得罪了 缺点很多 优点特别蓝田 我记得我女儿那会儿跟我说过 爸爸有优点吗 记性不好 等一下 我看一下手机背包录 其实他没有什么缺点 他在我心里是完美的 我之前也有记录起来他的优点 思考一下 我能一口气写完吧 优点真的是太多了